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深工作室7月27号晚发布声明 原因是周深在上海虹桥机场遇到接机 工作室通告当中并未明确的指出是出于何原因 应该是接机的人留了足够的面子的 其实这个声明是没有想到的 毕竟周深是一个温柔可爱 有时候有很傲娇淘气的人 在大家印象中这类性格的人是不会轻易生气的 那这一次周深工作室为何就会发布声明 告诫粉丝要为彼此的安全负责 不要咬完工作之绪呢 首先 接机送机追拍这类的行为 的确存在着安全隐患 人多而且没有秩序 很多人一拥而上极易发生踩踏事件 而且有些接机的粉丝还带着孩子 当然这类人当初还有媒体 如果一旦发生事故 不单自身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爱豆的声明也会被脱黑的 所以这一次的声明很大程度上是呼吁 网友不要再做接机这类不安全的行为了 其次即使再出名的人物都要有私生活呀 没有人能够忍受自己的全部暴露在镜头之下 周深很早之前就跟粉丝表示过自己不喜欢 也不需要接机这类的事情 而且在公告发布前的前一天 周深应援好友刘童的新书 发布了一个短视频主题是一人就一个人 周深在微博上面说 一个人就一个人 要好好利用空闲的时间去成长 这样你会发现自己真的很棒很棒 周深在视频中说自己最自在的时刻是工作结束之后一个人的夜晚 喜欢一个人独处的感觉 在录音棚录音在现场拍摄哪个都是我又或许都不是完整的我 那些普成旋律想要告诉全世界的心声都被我哼唱着 每一次的独处也都是跟坚定着前路的方向 一个人就一个人 或许那些接机的网友是因为太喜欢周深而没有表达的途径 其实喜欢他真的有很多方式呀 就像深深说的 自己想要对世界说的都写在了歌里 可以多听一听他的歌 可以跟生命们多讨论一下 又或者是去抢周深微博的前排 每一个都很有意思 所以请多给周深一点独处的时间吧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说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